詞曲 李宗盛 我爹 想家人子弟 想要問他 怕歹歇 心來担他爹 想八洞君 最紅色 已愛在心內 等太好時君 來猜 青春花不忘開 我 聽我頭有蠱蠱 開門家 看門 我 尿車 關是說大台 我 風騙 不知道 詞曲 李宗盛 春天花 綠土清澎 向人心頭最燈湯 有話想賣對你講 不知道湯淹湯 多一項 甘妙百項 也問笑 也就感 你我輪迴祖祖安 我們來變奏的好不好 再次掌聲給張老師 給我一點時間 跟大家借一下你們的手好嗎 我們今天由莊老師幫我們清唱的台灣歌謠 由我Merry Jane將她翻唱成就曲心唱 待會這首歌有四段 我們現場剛好有一區二區三區 第四區我們大家一起 如果我唱多幾一行你們要唱 怎麼知道嗎 你們要唱甘妙五八行 這是E-flat嗎 好 準備好了嗎 這邊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我們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一起來規顧一下好聽的歌 我唱歌 幸福的歌 我們一起唱的歌 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妳的瓦點看著有著啊 阿滴 阿滴風很輕鬆 上人手就在猶項 有過想賣對妳講 不知道燙燙 有過想賣對妳的瓦點看著有著啊 手不要忘記一起借我好不好 還有兩段 唱天過的小小湯 上人上好有所謂 有過想賣對妳講 不知道燙燙 哪一項 百分手和百手工 妳的瓦點看著有著啊 冬起雨 府琴冬冬冬 誰人笑 風驚冬 有過想賣對妳講 不知道燙燙燙 多一行 百分像百秋冬 愛情依多出有自我 鄧宇嫻 四季弘 那一輩我是Mary Jane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這個新生代跟這個舊生代的對唱 那個很多人可能還記得這首歌 但是可能忘了他當時的一個歷史背景 跟他的一些歌詞的意境 我想我們請莊老師花十分鐘的時間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歌詞 還有當時的時空背景好不好 謝謝 我們歡迎莊老師 各位應該看到我們剛剛所唱的 跟很多字幕都不一樣 其實李林修寫望珠峰他寫了五個稿本 那很多的稿本大概 很多人大概就折一段這樣子去拼湊 其實四季弘的最後一段 他的正本 他是這樣唱的 荡天鴻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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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李林修的本性 完全是他的本性 他就是喝酒跟打牌搞壞了身體 所以後續他的作品就慢慢的消失掉 那各位知道 《望珠峰》是什麼年代寫出來的 1933 民國22年 今年79歲 明年就是他的八十大壽 我們明天大概會為《望珠峰》辦一些節目 我們就立了一個題目 叫做《標紙金紙》 以前是《鼠女好球》 現在變成 以前是金紙好球 現在變成《鼠女好球》 就是我們下一次想做《望珠峰》的 這樣的一個節目的一個名字 各位知道 《望珠》在當年寫出來的時候 明國22年 所以李林修就抓住了當初的民風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歌詞 叫做《十七八月不出家》 《等了我少年家》 《十七八月》就是當年的四婚年齡 就是一個女孩子的職人感 一個女孩子到了十七八月 他一定要找一個白馬王子 但是當年又是一個比較封閉的思維 所以李林修說他要寫一個歌 讓女孩子唱給父母聽 然後叫父母趕快幫他打理自己的婚事 所以這個有當初的一個民風 那你們也看到那個歌詞的遺境 其實這個歌就是一句照李林修的說法 是當年他從西鄉紀的一個名劇裡面 揚映出來的 那這個名劇就是 《歌牆花影洞》 《疑似藝人來》 那這個疑似藝人來給他一個感觸 他覺得如果把這個遺境搬到 一般台灣百姓家的這樣的一個場景 就可以很活潑的表現出來 所以他就用 《聽筋話面有人來》 《開門給他看看》 《月娘笑問說大台》 《火風騙不知》 就是疑似藝人來這個遺境的一個范園 那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首歌 它在那個年代創作出來 有當初的一個民風背景 那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很感觸就是說 裡面有一個詞記 已經被台灣人遺忘了 這個詞記在原詞裡面可以找得到的 原曲裡面可以找得到的 就是孤連標地 民馬背 就是標字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以前是一個平常話 但是現在已經走進歷史了 沒有人在談這兩個字 因為這兩個字在我們這一代 已經變成遠道了 就遠分很投入 就投言的意思 那現在的年輕人 已經把它改成很酷很帥 甚至很屌都有人在講 那這樣的一個語言的向下存在 其實令我們感觸滿深的 我講的都是實話 我是覺得現在年輕人大概 裡面有很嚴重的失憶症跟失憶症 那談到那個詩記鴻這個名歌 你們也曉得 這個是等以前離開古倫米亞以後 他們兩個人一同跳槽 然後入東唱片所創的一個歌 那這個歌是在1939年發表的 也算是一個老歌 那當年他用很好的一個口語去表示 哪一行敢要有八行 馬文秋 馬鈴港 這個是一個很活潑的一個口語 一個對白 那這個對白 我們知道 當年我們政府有一個意義圖大的政策下 就是一個電視台 一天只能兩首台語歌 另外還有一個很嚴苛的規定說 你即使唱台語的時候 你打的字幕 不能用台語的語詞打字幕 那這幾個記者就困擾了當初打字幕的人 你看那個馬文秋 馬鈴港怎麼打 這個很難打對不對 因為當年黃黃輝 我一次在台視看到他明明唱的馬文秋 馬鈴港 結果字幕打成這樣變成四個字 六個字的語音變成四個字 這四個字變成什麼 變成眉來眼氣 我說這個打字的人真的沒有水準 如果我去處理這個文字的話 我一定會用眉目傳情 不會用眉來眼氣那麼粗俗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一首歌 它所留下來的那種背景 比如說四季紅在戰歐初期 曾經有一度被改作四季搖 因為當年不能見紅的 因為見紅色變 所以這個歌曾經一度被改 結音以後他又回覆原來的四季紅這個名字 我覺得李寧修跟印比 他有他的一個長處 很多人都知道李寧修他很喜歡寫四季的歌 他除了這個四季紅以外 還有四季戰還有四季譜 還有四季譜 還有一首很著名的對話 他也寫得很不錯 都是鄧以先譜的曲 所以我們覺得說 三年內來這些老歌 他有一定的這樣的一個文學區分 我們應該去重視他 不應該把他全部拋爛 就是忘了這些老歌的一個基礎點 那我們也知道說 現在很多人 年輕人一直在翻唱這些歌 甚至有人把它翻成搖滾的都有 有一次我在 一不小心看到五百在翻唱那個秋風夜衣 我看了一大條 因為人家彈的那個意境 跟他所編的那種曲風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那這些年輕人應該去考考說 你應該要注意歌詞的一個內涵 因為我們曉得一個歌 它有它的文學性 這個文學性不能去破壞掉 尤其李銀修他們當年寫這個歌的時候 它韻都壓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多年輕人 大概他們的那些台藝的議會 慢慢已經跟他們講 在生活化已經都背道而止 所以說他們創作的歌藥 我是覺得有點遺憾 就是不能把很有銀行的這些 比較優雅的台藝池給放進去 我希望各位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應該再去做早一點 很多很有意義的台藝的藝池 這樣子我覺得 如果在講台藝的優雲歌藥的生命史 那這個生命才會更豐富 因為他給了我時間不多 我不能多講了 謝謝各位